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8月14号礼拜日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在河南省丹城苑 当地的公交公司发布了通知 由于已经连续几个月没粮出 故此全市的公交是需要停止运作 第二单消息 在安徽省 有17家龙头房地产企业 联储要求合肥市政府 针对业主的恶意维权行为予以打击 并且对他们的维权信息予以封杀 这件事件曝光以后 引来了网民的强烈反弹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已经在礼拜五晚进行了 相关重温片段已经放在 YouTube和Patreon的会员频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收听足本的重温 千万不要收看那些偷片的频道 因为那些频道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为了打击我们的生存空间 好了 说回这一节的主题了 河南省州口市的丹城苑 似乎财政就非常吃紧 甚至乎去到干堂的状态了 在8月12号 即是礼拜五的时候 当地的公交公司就发布了一则通知 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公交公司因经营困难 驾驶员工资连续几个月发不上 导致城市公交全部停运 给大家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下款单城苑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这件事传开了以后 很快就引来了大量网民的热烈讨论 大家都关注一件事就是 在这些四五线的城市 到底财政紧拙的状况 是有多严重呢 整半年没粮出都敢死 最后连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顶不住 捱不住 才是全线停运 换言之 有部分的工作人员 根本在当地找不到另一份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有粮出的工作 如果他们是找到的 就早就走了 不用拖半年 他们只是拼命 想继续做下去 看看下个月会不会有粮出 谁知道下个月又没有 最后现在全部都不做了 因为顶不住了 半年都不出粮 我们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 他们跟记者说 一辆公交车最低的消耗 每日就要两百多元人民币 开销大 收入低 撑不到下去了 这一名工作人员还承认 公交公司的营运是相当困难 近这两三年 几乎已经没有收到过来自政府部门的任何补贴 导致到现时人口137万的单程院 陷入了没有公交车可乘的困境 一日两百多元人民币的费费都拿不到出来 现在就全线停运了 我估是那间公交公司利用停运这一招 来逼使政府部门关注这件事 他迟早都是要放水的 因为按照这个工作人员所说 原来已经两三年没有收过来自政府的补贴 即是以往是有的 近这两三年 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关系还是怎样 可能拿去的钱做核酸 所以就没有再对这个公交公司补贴了 他使出这招躺平的时候 就是逼政府放水 有补贴 他又重新恢复回营运 我估是不会倒闭的 因为整个远程就只有他一间公交公司 都处于垄断状态了 一旦补贴到位的时候 我估他又回车了 好了 那些网民就议论纷纷了 有人就说 这些四五线小城市财政紧绝的状况 恐怕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其他的可能更加严重了 另一个就说 其实很多这些这样的小城市 都已经是没什么企业 又没什么工厂 政府收入估计都是来自房地产而已 那实际这个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很多那些偏远的乡镇 根本上那个产业结构就极其简单 地方的财政收入是极少的 因为主要的劳动人口 处于这个黄金年龄的 都是入了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打工 就是所谓的农民工 那变成了留下什么人在一些乡镇里面 就是长者 退休人士 以及一些在学的儿童 幼童等等 本来这些乡镇收入都不多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干的话 可能他勉强都还可以维持住运作 但是近两三年大陆就大搞动态清零 动不动又说要全员是宣检测 又说要静态管理等等 很多这些这样的措施出了台 就只会是令到本身皮弱单薄的经济产业结构 是进一步受到打击 另外我就看到 河南村镇银行的辅主 现在合共就已经获当局 战负了超过180亿元人民币了 到底跟这一件事有没有关系呢 都是河南的 大家知道一百个煲得一两个盖 盖得这个那个又满舍 爆煲 那关不关事呢 那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大家看到 那边就稍微解决了一些 避免那些人继续去郑州那处搞维权 搞大串联 白衣人都出来了 无计可施的了 再搞下去 所以找些钱塞住他们把口先 那变了可能这边就暂时没有公交车搭了 不过迟些都会的了 给一些补贴他又开了而已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安徽省的情况了 那有17家龙头的房地产企业 近日就联储要求 合肥市政府打击业主的恶意维权行为 那近日一份文件就在网上边广泛流传的 那这份文件的标题就是 关于请求维护营商环境 增强房企投资信心的书困解难报告 那文件里面就提到 在合肥市里面的房屋交付 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合理 不合规的客户诉求问题 包括是为房地产项目发信件 拒绝认可已经签订的 扣房合同 以及是补充协议 部分的内容条款 为项目发行件 拒绝认可房屋设计和装修的标准 要求毛杯交付 并且退还装修部分的 扣房款项等等 毛杯交付就是香港所说的清水楼 有些业主就不喜欢发展商帮他弄出来的装修配置 要求人家和他交楼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了 毛杯交付 那你退回那些装修费 可以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 房地产企业就认为 这些客户诉求是高度一致的 背后可能是有些专业的防闹机构推波助澜 逐渐形成了产业化的趋势 就是说背后有些人是指使这些业主 专门在那里闹事的 就是提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诉求 目的就是为了在那些房地产企业身上 拿回部分买楼的款项 他又不是说要违约的 就要你房地产企业扑回多少钱出来 好了 那些房地产企业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文件就提到 恳请合肥市政府坚决压制专业防闹 和恶意维权行为 由政府出面约谈警示 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个人和组织 给予坚决打击 约谈自媒体严禁不合理负面报导 对不实报导自媒体进行封杀处罚 通过敏感辞会 将不合理的言论进行屏蔽 使他们无法通过网络传播 那么有份联储的房地产企业 就包括了有 华润置地 安徽保利地产 合肥中交房地产 合肥割州霸地产 合肥农户 等等的企业 那么很多其实都是很出名的 华润 保利 龙湖等等 而大陆的每日经济新闻 就确认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一间有份参与联储的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就说 在目前整个合肥市 乃至到整个安徽省的房地产市场里面 不合理的业主维权行为是非常普遍 这些业主采取的行为 是包括了喊口号 以及拉横幅等等 合肥市今年将要迎来一轮的交楼高峰期 但是很多买楼人士 对拿到的楼并不买仗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如果背后有些人 在这里组织这些业主搞事 你说要打击他都无可口非 但是你就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来打击 就不是打击这些业主 既然间他们是能够 指出有些所谓的防闹机构 就是知道有些人在背后搞事 那你应该是擒贼先擒王的嘛 你有麻鹰不捉就是捉鸡仔 你打击业主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很难来到去界定 一个维权业主 他去维权那个意图 究竟是善意 还是恶意的嘛 你一扣上了恶意这顶帽子给他 哇很大事啊 现在大陆很多东西都说可以恶意的 反乡又有恶意反乡 现在维权你又可以说他恶意维权 那你怎样判别一个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呢 如果你说他背后是有些防闹机构指使的 那就打击背后指使他那个恶棍咯 那你不能够说一触高带一船人 哇一顶帽子扣下来 变成所有的业主维权都是恶意的 迟早是会这样的 因为你打击得兴起的时候 有你没你炒一叠 个个维权的你 哇他恶意的 那就不需要处理咯 这个是有问题的 不可以这样做 第二样东西 还说要打击自媒体 约谈自媒体 这些就是打击新闻自由的行为 这些是写到出面的 有没有搞错 你就是做你都是偷鸡地跟政府说 哇发埋文件吸引 要求政府要约谈自媒体 惩罚自媒体 离谱的 另外还说教政府 要在网络上 设置一些敏感词汇 就将凡亲那个贴文 有这些敏感词的 屏蔽了它 让它不要在网上传播 打击言论自由 你写完出面那些好东西啊 本来网络上是有审查的 大家都知道的 是不是在大陆 但是 你有没有可能这样写到出面的 那就是起不时 摆了个政府上台 哇你含个政府于不宜 这些房企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